那您这个除了游泳之外 您还喜欢什么其他的运动项目吗 我喜欢打拳 打拳 打那个泰拳 这个打拳这么多年没打骨折 游泳骨折 拳击近了脸都抱一块 所以它在近距离的时候 它不怎么防守 但是拳击的碰打泰国拳的 惨了 你刚一要抱人家 不是抱你 没事 你抱他他就抱紧 对 你近了之后他真拿走 对 包括还有膝盖的 这门道 我就不将就 对 追着你问 太棒了 逮着沙袋我就试 我现在基本上 踢的在业余的里边 我现在就盼着盼着流氓了 身当正义的机会留给我 除了这运动 您生活上还有什么不将就的 吃不能将就 它不是说什么贵就掏钱买 什么大饭馆装修的好 你就去 不是那价值 不是这个 首先啊 这东西它得健康 有很多的菜品 虽然它很有名 但它并不健康 油炸 对 什么这种胶汁啊 里边割糖啊 它就不如清蒸 清蒸那么好 对对对 从营养上来讲 还有一个营养全面的问题 维生素 碳水 蛋白 泡沫质 这是不能将就 还有一个不能将就的是 做法不能将就 咱们比如说啊 就是这面条 这个山东省蓬莱 我在那拍戏 它有一种叫蓬莱小面 哦 这样没吃过 大扫起来 母面 勾芡 里边割这个牡蠣 哦 扇杯 哎呀 它嵌勾完之后 里边调料啊 咱就不赘述了 最后一把生韭菜 撒上边 啪 王林一撒 听着就香 太香了 我就因为偶尔吃了这碗面 就打入敌人内部 研究一下做法 打入后厨 怎么配料 怎么勾这个嵌 这个嵌得浓 这个稠 它这个度的把握 哎 包括这个牡蠣 它是怎么熟的 喝好 这里学问大 包括 为什么搁花椒水 没多少钱 但是你做出这个味儿 你就得拿人 嘿 就得告诉他 咱不将就 哎呀 这是个麻烦菜 嘿 我觉得这面 得给赵老胡胡掌 这 我们都饿了 我觉得 生活呀 其实是一个 挺有趣的事情 还真是 看得出来赵老师啊 生活上是一特别有品位 不将就的一个人 爱生活 您看您现在 这么爱生活了 当年您其实 有挺好的生活 艺术世家 又是北京人 在北京住 但刚听您这描述 您自己过得 跟北漂那生活差不多 因为大家那时候 都觉得唱军艺挺好的 而且我们家都干这个 但是问题 我这个膝盖不行 蹲不下去了 找是别的什么事干 他们也不同意 因为我父亲 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 后来他看我呀 这个每天骑着自行车 到处流浪 这么折腾啊 他就觉得不靠谱 铁饭完没了 后来他在电视上 看见我了 这不是我儿子吗 开始是演了小太监 是什么戏 您还记得吗 当时是张国立老师 跟邓杰老师演了一笑 词洗西行 折腾好几天 弄了两句台词 第一句叫家 第二句叫鱼 这两句倒是配套的 这词好 它不容易忘词 多鲜鲜的 小太监 电小二 但是我爸看见我了 那个时候的电视剧 收视率多高啊 对 哪有什么这各种 都没有 手机这里边 花里口哨 没有啊 那叫万人空巷 就是累了一天 就盯着电视剧看着 你哪怕真的就演一个 牵着个驴在边上站着 街坊四邻的 也都以以为容了